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三月十五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一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潘石屹之子潘瑞遭警方追捕相关消息 根据来自中央社的报道 北京警方今天发布通告 敦促知名地产商潘石屹之子潘瑞尽快回国接受调查处理 原因是他在去年六月在微博留言说 解放军在中印冲突中至少一个营地被活埋 言论被指涉嫌诋毁戍边官兵 北京海淀公安分局发布通告 说近期捍卫国土戍边英雄事迹传出后 有群众向他们警报 有一个微博用户在二0二0年六月二十三日 在他人微博评论区发表造谣诋毁英雄烈士的言论 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通报说经过调查核实这一位微博用户是潘某 现年三十岁 在二0二0年二月二日离开北京出境后 一直在境外 海淀公安分局目前对他进行刑事拘留 并对其展开追讨 警方敦促他尽快回国接受调查处理 此前在二0二0年六月二十三日 潘瑞在微博留言区说 警方均至少有一个营地被活埋没有机会被添葬 而对此海淀公安分局说 这构成了侮辱诽谤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警方要依法坚决予以打击 央视新闻也评论说 冒犯英烈就是与正义为敌 与法律为敌与人民为敌 罚网恢恢输而不漏逃得了一时逃不了一时 资料显示 潘瑞士潘石屹与第一任妻子之子 他的微博目前已经被注销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马化腾腾讯帝国有关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彭博社的报道 文章介绍腾讯控股公司股价连跌第二日 因为外界担心监管目标正转向这个商业帝国 这助长了一场六百二十亿美元的磨煞行动 有券商表示股价暴跌已经磨煞了腾讯在线金融业务的大部分价值 继上周五暴跌百分之四点四之后 该股在周一在香港又下跌超过百分之四 知情人士表示中国最高金融监管机构将腾讯视为继马云的蚂蚁集团之后 被钳制的下一个重点监管目标 其中有人是说与蚂蚁一样 腾讯可能也被要求成立一家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以纳入其银行保险和支付服务 分析师表示这一家互联网巨头的支付和金融科技业务价值 在一千零五十亿至一千二百亿美元之间 而相关人士对该部门十二个月的跟踪收入是一千亿元人民币 相当于一百五十亿美元 支付业务的价值大概是七百亿到八百亿美元 剩下的三百五十亿到四百亿美元则是信贷财富管理和保险 分析师表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说腾讯的金融科技业务现在的估值几乎是零 这一点意义重大 这意味着从这里开始的任何一步下跌 基本上都意味着腾讯倍数降级 针对腾讯的行动将标志着中国反对科技巨头无限制扩张运动的重大升级 李克强本月早些时候在人大会议上承诺 将扩大对金融科技监管杜绝垄断 防止资本不受监管的扩张 腾讯的监管空间还不止于金融科技业务 反垄断机构在上周五对公司以及中国其他一些科技巨头处以罚款 原因是此前的投资和并购没有寻求批准 大华银行分析师表示市场还担心政府可能会加强对数字游戏的打击 但是分析师表示最终我们认为腾讯面临的监管与阿里巴巴截然不同 腾讯高层管理人员的低调公众形象十分有帮助 更重要的是腾讯在主营业务的竞争地位仍然非常巩固 在核心利润驱动业务上的明显竞争对手相对较少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布林肯和奥斯汀亚洲之行的相关消息 布林肯和奥斯汀罕见在华盛顿邮报上联合发表观点文章 其中写道从上任的第一天开始 拜登总统就强调美国与世界重新接触 美国现在正大力推动重振我们与朋友和伙伴的关系 无论是在一对一的关系中还是在多边机构中 本周在拜登哈里斯政府的首次内阁及海外之行中 我们将把这一信息带到印台地区 将与两个主要盟友日本和韩国的同行进行会面 旅行之前我们借此阐述为什么联盟对于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以及他们如何要为美国人民带来好处 文章写道盟友是我们所说的力量被增弃 有了他们我们能够取得比没有他们更多的成就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像我们这样的联盟 合伙伴关系绑忽视将是巨大的战略错误 不仅是我们一对一的关系是有价值的 我们还专注于振兴与盟友之间的关系 正如拜登总统所说世界正处于转折点 一场有关于未来的基本辩论正在进行 民主还是专制谁提供更好的道路 我们和其他民主国家有责任走到一起 向世界展示我们能够做到为我们的人民和彼此 我们与日本和韩国的工作涉及广泛问题 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的安全繁荣 以及对世界的安全繁荣至关重要 我们的外交官和国防领导人共同制定战略 应对朝鲜的核武器核弹导弹计划等共同威胁 我们共同支持民主价值观 并将在民主价值受到挑战的地方坚定不移的这样做 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把世界的这个地区 作为我们作为国务卿和国防部长首次亲自出访的地点 原因是印太正日益成为全球地缘政治中心 它是世界上数十亿人的家园 及格已建立和正在崛起的大国 以及美国的五个条约盟国 世界上大量的贸易都通过其海上通道进行 印太地区以尊重人权民主和法治为基础 自由开放完全符合我们的利益 这是日本韩国和美国的共同目标 我们将为实现目标而紧密合作 正如该地区内外各国所知 中国尤其愿意使用胁迫手段来实施自己的目标 我们与盟友的合作至关重要 但我们必须回击中国的侵略和威胁时 我们的综合力量使我们更加强大 当中国在新疆和西藏侵犯人权 系统性的侵蚀香港自治 破坏台湾民主或在南海提出违反国际法的主张时 我们将共同追究其责任 如果我们不采取果断的行动和领导 北京就会 正如拜登总统所言 美国将以外交为主导 因为这是我们应对今天面临挑战的最有效方式 这将是我们本周在亚洲以及今后几周和几个月 在全世界发出的信息 此外根据日本时事通讯社三月十四日报道 目前美日两国正就二加二会谈结束后的共同声明内容进行协调 双方或将点名批评中国试图在东海南海 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举动 而文章分析认为在美日共同声明中 点名批评中国是比较罕见的 报道还说美日两国政府有可能在共同声明中明确表示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 此外双方正在商讨写入针对中国海警法深刻担忧的内容 而此前共同社也在三月十三日援引多位日本政府人士的话说 中国政府在二月下旬曾经向日本政府通报 对于在钓鱼岛附近海域活动的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 日本渔船中国海警船会克制使用武器或强制要求撤离 日本媒体表示这是中方首次就该法的实施来进行声明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北京气象环境有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中央社的报道 北京上午发布沙尘暴黄色预警 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小于一公里 而北京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则通报表示 截至上午九时北京市中心与近郊六区悬浮威力PM市浓度每立方公尺超过八千微克 气象局表示这是近十年中国遭遇强度最强的一次沙尘 沙尘暴范围也是近十年最广 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 新疆内蒙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北北京天津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十二省市将出现明显沙尘天气 部分地区有沙尘暴 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官方微博通报 北京目前首要污染物是PM10 污染级别十六级是褐红色等级严重污染 主要原因是昨晚源起于蒙古国南部沙尘 随气流逐步南下凌晨三时自北向南影响北京 通报显示 截至上午九时北京东城西城海淀朝阳 丰台石井山等六区PM10浓度 达到了每立方公尺八千一百零八微克 受到沙尘暴影响 截至当天上午九点三十分 北京首都机场计划起降航班总计已经取消二百四十七架次 取消率达到百分之二十一点六 大兴机场计划起降航班已经取消一百八十一架次 取消率达到二十一点三九百分点 对于明晨开始的沙尘暴 北京民众不少在社交留言表示 已经多年没有见到这样的景象 沙尘暴预警信号一共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 黄色预警代表二十四小时内可能出现冷见度小于一公里的沙尘天气 或者是已经出现沙尘天气 并可能持续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科技企业有关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华为的最新情况 根据来自中央社的报道 中国手机大厂华为遭受美国封锁后 正力求另辟迄警寻求突破 此前根据来自彭博社的报道 华为承接了中国沿海省份大型养鱼场 以及山西大型煤矿的订单 内容是便流器无线传感器和监视器 彭博社报道说 华为在两个新客户中的养鱼场面积宽广 是纽约中央公园的两倍大 拥有数以万计的太阳能电池板 配备华为制造变流器 太阳能电池板以及华为这一批变流器 在养鱼场的公用室 一方面保护鱼群不至于受到过量的太阳照射 另外一方面还可以发电 而至于煤矿报道则说 在矿坑深处的无线感测器和监视器 必须及时侦测矿井中的氧气含量 以及潜在的气局故障 这些设备都由华为制造 而不久后配备华为光学雷达感应器的新型电动车 在四月将在中国车展首度亮相 报道分析指美国的制裁措施 几乎彻底消灭了华为有利可图的消费电子业务 在美国的发展 为此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带领公司 跨足运输制造农业和其他行业 但是除了消费电子业务之外 华为仍是全球领先的变流器供应商 目前依靠云端服务和数据分析解决方案增加营收 报道说业务可以帮助这一家拥有十九万名员工的企业存活 任正非在二月表示 新业务收入今年就可以差不多抵消手机业务下滑 但是没有说明具体数字 再为您关注到的则是跟海航有关的消息 海南省高院在今天发布公告 裁定对海航集团等三百二十一家公司进行实质合并重整 并说海航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担任这些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的管理人 公告表示有关海航集团三百二十一家公司债权人应该在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日 向管理人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以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等情况 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六月四日上午在最高人民法院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 以网络形式召开 根据了解海航集团在一月底宣布正式进入破产重整情绪 旗下多家上市公司也同步公告被申请以及破产相关事宜 根据路透社公布的统计结果 海航旗下公司发行的上载存续期的债券规模是三百八十二点八九亿人民币 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三月十五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二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跟阿里巴巴马云有关的消息 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 文章介绍表示 中国政府已经要求阿里巴巴集团处置其媒体资产 之前是透露中国政府现在要求对于所有媒体资产进行清点 原因是官员担心这家科技巨头对于中国舆论的影响力 华尔街日报介绍表示 从今年年初以来有关于此事的讨论其实一直在进行 此前中国的监管机构已经审查了阿里所拥有的媒体资产清单 阿里的主要业务是在线零售 而之前是对华尔街日报透露 官员们对于阿里的媒体利益扩张如此强大 感到震惊 要求公司拿出大幅缩减其媒体持有量的计划 马云多年来聚集了一个强大的媒体资产组合 涵盖平面广播数字社交媒体广告等 值得注意的控股包括类似推特的微博平台 还有几家受欢迎的中国数字和平面新闻媒体的股权 包括香港首屈一指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 这些持股中有几家是在美国上市的公司 有个人士表示这种影响力被中国方面视为 是对自身强大宣传机器的严重挑战 阿里方面现在拒绝发表评论 而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他是媒体资产被动财务投资者 声明说我们投资这些公司的目的是为其业务升级 提供技术支持 并推动与我们核心商务业务的商业协同 我们不会干预或参与这些公司的日常运营或编辑决策 而资产处置的讨论是中国政府与马云之间一系列冲突的最新进展 在去年年底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亲手打消了阿里旗下金融科技公司 蚂蚁集团的计划 该计划原本要成为全球最大的首次公开莫顾 当时中国政府对于蚂蚁集团的所有权结构感到不安 担心蚂蚁给金融系统新增风险 习近平还对马云批评他加强金融监管的努力感到愤怒 根据华尔街日报此前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 反垄断机构准备对阿里电商平台的反竞争行为 征收超过九点七五亿美元的创纪录罚款 此外阿里还将被要求结束一种做法 监管认为这种做法导致这家科技巨头 可以和竞争对手平台上造成不公平竞争 有趣的是除了媒体和在线零售之外 阿里还有相当大的娱乐部门 包括在香港上市的阿里影业集团 还有中国最大的视频流媒体平台之一的优酷土豆公司 熟悉阿里娱乐业务相关人士表示 官员们也审查了阿里的娱乐投资组合 但是阿里这部分业务的彻底剥离可能没有必料 目前还不知道阿里是否要被要求出售所有的媒体资产 而熟悉此事的人士表示阿里提出的任何计划都需要得到中国高层领导的批准 有关于阿里的媒体影响力 最为突出的是去年五月发生的一起事件 当时有数十条关于阿里一位高级管理人蒋凡涉嫌婚脉情的微博被删除 华尔街日报援引看到报告的官员的话报道 互联网监督机构也就是我们说的网络空间管理局随后进行调查 发现阿里应对干扰卑博帖子负责 并在给领导层的报告中说公司利用资本操纵舆论 管员说控制媒体平台舆论的是共产党 私营部门不应该承担这个角色 根据最新年度数据 阿里拥有纳斯达克上市微博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并一直是其最大客户 二零一九年为平台贡献了近一亿美元的广告和营销收入 就在六月互联网监督机构公开斥责微博 所谓干扰在线交流要求整改 而当时党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徐林在公开场合表示 中国必须坚决禁止以媒体融合的名义 淡化党的领导 要坚决防范资本操控舆论的风险 当时徐林在演讲中没有直接点名道姓的指出阿里巴巴 但是已经使用了网络监督机构报告中出现的字眼 华尔街日报说 剥离媒体对于阿里来说不一定是一个大的负面因素 在放弃非核心资产后 阿里可能会以更稳妥的姿态 重新从监管冲击中走出来 并与中国政府进行合作 由于当局对媒体的严密控制 这也有可能有助于引导公司避开未来的政治雷区 有趣的是阿里并不是唯一涉足媒体的科技巨头 腾讯包括微信等也在媒体行业独占抑郁 此外字节跳动运营着新闻聚合器 今日头条 采取人工智能方式向数亿用户推送新闻 目前不清楚其他这些科技公司在考虑处置媒体资产时 是否也要遵循阿里模式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香港有关的消息 同样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文章介绍在镇压了香港的反对派团体之后 中国领导人计划针对香港的贫富差距 以及缺乏可负担住房等问题 北京职责正是这些问题加剧了社会动荡 知情人士透露高级官员正讨论如何扩大香港的税收结构 和增加土地供应 以缓解这个世界上最昂贵城市的不平等和高生活成本 这一次有可能会导致香港经济社会福利制度的深远改革 改革香港低税制将为更多社会支出增加收入 但一个挑战是如何在不损害香港作为金融和商业中心吸引力的情况下进行改革 土地政策改革可以帮助改善廉价住宅的获得 但是官员们必须克服当地地产大亨根深蒂固的影响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 北京在过去一年为了遏制香港异议人士所做的努力 从以国家安全罪为捕反对派人士 到计划改革香港选举制度 都是为了给未来的社会和经济改革铺路 而中国国家立法机构成员香港内阁成员陈志斯则表示 北京最终的目标是要在香港解决不是政治问题 而是更深层次的问题 包括收入差距的严重分化 他表示副总理韩正和其他的高级官员已经告诉香港亲北京的政治家 地方当局必须解决基本的社会问题 他们认为是这些问题刺激了近年来的政治动荡 而熟悉相关讨论计划的人士表示 北京正在考虑的想法包括加快政府改化土地和审批项目 有相关人员在十二月的政策论坛上曾经放话 已经向香港当局提交了一份有关于改善住房问题的建议 包括公司合营新房建设 这些变化可能会看到官员们对于城市有影响力的房地产大亨进行挑战有何结果 他们现在仍对土地政策有巨大的影响力 有一位熟悉政策讨论的政府官员说 当地富豪必须要求从全局考虑利益一定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 但是政府并不想完全消灭他们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企业有关的消息 首先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矿市有关的情况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日经亚洲评论的报道 中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矿市亏损远远超过收入 公司现在正准备在上海的科创版进行十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 此前受到美国政府的制裁 矿市一年前放弃了在港交所上市的计划 如果内地监管机构批准其IPO 它将成为首家上市的中国人工智能公司 最大股东包括阿里巴巴集团控股和蚂蚁集团 根据中国证券主管部门发布的通知 科创版周五接受了公司的申请 也就是通过发行中国存托评证CDR 筹集至少六十亿元人民币 类似于美国的存托评证 允许国内投资者持有海外股票 中信是此次上市的保健机构 根据周五发布的招股书 矿市营收持快速增长 但是持续亏损 公司二零一九年收入是十二点六亿 几乎是二零一七年的四倍 在二零一九年的净亏损却达到了六十六点四亿元 此近一年亏损二十八亿元 公司将亏损归因于二零一九年占收入百分之八十二以上的研发投资 公司表示将利用发行索德款项进一步投资与研发生产人工智能驱动产品 公司在香港的IPO申请已经于二零二零年二月失效 虽然矿市最终在二零二零年初获得了交易所的批准 但是由于公司没有提供最新的财务报表 申请随后自动生效 而由于安全担忧 中国的人工智能公司一直处于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地缘政治的紧张十字路口 矿市在二零一九年被商务部列入实体名单 被切断了与美国供应商的联系 被指控在大规模监视新疆少数民族群体占有重要角色 虽然矿市在招股书中表示美国黑名单对其业务没有重大影响 但是承认如果中美争端加剧 整个信息技术行业的供应链会受到影响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则是监管有关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然而是来自日经亚洲评论的报道 文章介绍中国领先的人工智能公司之一科大讯飞 以及社交媒体和游戏巨头腾讯控股是被中国工信部最新叫停的一百多家应用制造商之一 原因是在不断努力改善数据隐私保护的情况下 他们却没有及时纠正隐私违规行为 根据中工信部在周五发布的通知 包括提供人工智能生成文字转录语音服务的科大讯飞 腾讯手机安全管家在内的一百三十六款应用 必须在周三前修正违规行为 否则将面临相关法律法规的处罚 而科大讯飞的发言人则表示 公司在收到通知后立即进行了自我审查 此后公司已经删除了被发现过度收集用户信息的服务和功能 发言人还说科大讯飞致力于改善用户的数据隐私和安全 腾讯则没有回复置评请求 中国加强对互联网平台审查的首要任务之一是保护用户数据 创造数据市场 中国的目标是让数字行业在未来几年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大作用 而新公布的十四个五年计划提出了中国二零二一年到二零二五年的发展目标 其中提到了加快推出两部基础性立法 分别是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数据安全法 两部法律都建立在中国网络安全法建立的现有框架之上 第一部法律侧重于个人隐私 第二部则侧重于围绕数据市场建立规则 草案版本均有去年公布 预计将于今年正式提出 工信部在十二月表示 在开展打击侵犯用户权益的活动中 已经检查了五十二万余款移动应用 要求其中一千五百七十一款整改 同时下架了一百二十款应用 最后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军事有关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文章介绍在去年十二月初 美国海岸警卫队一艘巡洋舰的船员们连夜航行 在太平洋岛国帕劳附近抛锚 并登上一批中国船只 帮助查获价值数万美元的涉嫌非法捕捞的海参 文章介绍快速反映的这艘船只在距离美国大陆 大概六千六百英里 距离美国领土关岛母港 大概七百五十英里的地方活动 这是美国海岸警卫队最新增长领域的一部分 帮助对抗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日益增长的海军力量活动 中国利用其余船队海岸警卫队和海军的协调行动 在南海建立自己的存在 还越来越多的在太平洋中小事身手 而中国渔船队在基里巴斯和图瓦卢等岛国周围不断活动 这些国家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渔业 中国海军也在地区建立了自己的所在 包括二零一九年军舰停靠悉尼港 二零一八年海军医院船访问飞机等 而现在美国海岸警卫队正在地区建立应对措施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将两艘最先进的新型船驻扎在关岛领土 距离上海比距离旧尖山要近四千多英里 还有一艘将在未来几个月也抵达部署 美国海岸警卫队首次向美国驻澳大利亚堪培拉大使馆派驻随远 另外一位随远将于明年搬到新加坡 文章表示所有的这些都是随着国防战略改变而改变的 这是二零一八年五角大楼的一份文件 最大的转变是海岸警卫队对其在与中国的大国竞争中的作用 发出了更加公开的信号 虽然美国海岸警卫队隶属于美国的国土安全部 但是与五角大楼的合作却在不断增加 美国政府数据显示 二零一九年海岸警卫队船只在支持国防工作中有三百二十六天时间 而之前的五年平均只有五十到一百天 二零一九年所有部署都是在印太地区 国防部也表示要更加关注印太地区 国防部长奥斯汀本周开始首次海外执行 就将前往印太地区 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拥有强大的海军力量 同时有诸多盟友 比如澳大利亚和法国都担心中国在南海站门脚跟后 可能会向更广泛的地区移动 扩大战略地位 海岸警卫队的部署是让美国面对这些新问题 与美国海军舰艇相比 发生军事可能风险更小 采取行动 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表示 派遣海岸警卫队到地区训练 与我们的合作伙伴协统是非常有意义的 他们可以完成这一切 而不会像海军做同样的工作那样 带来复杂的风险 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三月十五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三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政治方面的消息 人民日报在三月十六日当日刊物头版刊发文章 介绍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的情况 其中主要内容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基本思路和主要举措 根据文章报道 习近平在会上发表讲话 强调要着眼长远 兼顾当前补齐短板 强化弱项 营造创新环境等问题 同时特别强调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这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 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 拿出抓铁有痕的尽头 如期实现二零三零年前碳达峰 二零六零年前碳中和的目标 外界普遍分析认为 这是在中美两国二加二高层阿拉斯加峰会前 习近平方面释放出的善意信息 气候变化被认为是中美之间可能产生广泛合作的重要领域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经济金融有关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中国央行正在加大对国内企业的流动性支持 并加大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控力度 现在人们对于华盛顿大规模新财政刺激计划的副作用的担忧持续存在 中国人民银行的举动是在中美两国近期经济政策反应分歧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做出的 华盛顿大幅提振了刺激政策 而北京则开始逐步减少去年为应对病毒大流行而颁发的经济支持政策 文章介绍北京官员和政策顾问对于美国总统拜登新进签署的一点九万亿美国救援计划持高度批评态度 他们警告说计划可能会造成大规模的资本流动和输入性通胀 从而加剧本已高企的债务水平带来的国内金融风险 央行前行长朱黎在周四表示 通胀预期推动美国国债收益率上调 将导致资产价格重估甚至金融市场动荡 国内市场不可能继续毫无反应 上周广受关注的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飙升至超过百分之一点六的十三个月高位后 中国A股股市正在经历调整 相关人士表示虽然中国消费性通胀相对可控 但是我们也看到国内资产价格明显上涨 考虑到市场波动性上升的前景 流动性管理被认为是首要任务 而央行负责人表示市场非常关注流动性转折点 在大流行之后 整个世界已经进入了未知的货币金融领域 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 部分原因是市场担心通胀上升 可能促使美联储早于决策者十二月预计的二零二三年底的时间框架加息 目前美联储将利率维持在零附近 同时继续每月购买至少八百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四百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也就是所谓的量化宽松政策 以向市场注入更多的流动性 比较而言 北京则谨慎行事 试图向公众保证领导人将继续支持经济 同时削减刺激措施 并重新关注控制金融风险 建议人们普遍预期 二零二一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百分之八或更多 今年中国政府经济政策的某种正常化已被广泛纳入预期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贸易方面的消息 中国向澳大利亚大卖加税 引发了澳大利亚方面的不满 澳大利亚表示计划实施下一步向世贸组织撞告中国的行动 你要求WTO设置争端解决小组 以解决与中国之间的贸易纠纷 根据来自日经报道 澳大利亚贸易部长特罕在今天表示 澳大利亚将要求WTO设置一个争端解决小组 处理中国对澳大利亚大美增加关税的问题 澳大利亚在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将中国起诉至WTO 两国虽然进行了协商 但是未能达成一致 WTO争端解决小组相当于一审判决 通过争端处理机构问题仍无法解决 再通过争端解决小组后续进行处理 特罕在声明中表示 上诉至WTO后中澳双方展开了建设性交流 但是协商没有解除我们的担忧 有关于中澳关系一直是近期热点 中国在二零二零年五月对澳大利亚大卖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关税 之后又暂停进口澳大利亚牛肉 并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实施了反倾销措施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底的时候 澳大利亚正式向WTO提起申诉 时任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博明汉说 这一期申诉的处理预计需要耗费数年的时间 但是说信心十足胜算很高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华为有关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文章介绍加拿大卑诗省最高法院在当地时间三月十五日 就华为首席财务长孟晚舟引渡案举行听证会 华为的代表律师是阿达里奥 他表示加拿大如你主张汇丰银行因为孟晚舟行为 而真的有承受债务损失的风险 法庭应该接纳他们提出的新证据 阿达里奥说希望法院接纳新证据 这是会计师的宣誓书 此人称由汇丰银行向华为子公司星通技术发出的信贷额度 以及贷款详情显示银行从来没有出现损失的风险 他同时说美国就此案提供的证据是不可靠的 包括二零一七年的贷款 而他与汇丰无关 他向法官表示银行从没有会蒙受任何损失的风险 法院需要有关贷款和信贷额度的准确证据 孟晚舟和华为被指在华为实际控制星通仪式上隐瞒了汇丰 导致银行有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禁令的风险 尽管现在孟晚舟方面否认有关指控 孟晚舟案的法律程序已近两年听证会进入最后阶段 之后加拿大卑诗省最高法院副首席法官霍姆斯 将决定是否让孟晚舟被引渡至美国 加拿大司法部长会就是否引渡做最终决定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仍然是中美关系有关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香港明报的报道 文章介绍表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国防部长奥斯汀抵达日本 与日本方面展开二加二会晤 这是美国与盟国之间的一种双边会晤机制 也就是双方的外长加防长 反映的是战略互信 但是中美将在阿拉斯加举行的二加二会谈 却不是这种外长加防长的模式 而是美国方面的国务卿加总统国安顾问 对中方的中央外事办主任加上外长 特殊的二加二模式与以往中美之间的战略经济会谈类似 因此中方称之为中美高层战略对话 美方却予以否认 文章介绍中方的定位不能算错 布林肯在内阁中的排名仅次于副总统 而杨洁篪是政治局委员 是中国外交大主管 两个人属高层没有异议 双方对谈的是外交和国安团队 杨洁篪是中央外事小组办公室主任 但外事小组成立之初与中央国安小组是一套班子两块招牌 杨洁篪在目前中央国安委中也扮演一定的角色 同时也是习近平的最高外交顾问 而在位置上他与布林肯相当 在角色上却与沙利文类似 王毅作为国务委员兼外长则是布林肯的对口人物 会谈主题必属战略议题 但是美方的否认也有道理 过往的中美战略与经济会谈都是两国元首敲定的制度化平台 而双方的领团者都挂有各自国家元首特别代表这类头衔 这一次的会晤恐怕还戴不了这么大的帽子 明报文章回顾说 回顾过往的中美战略会谈 从二零六年开始叫做战略经济对话 双方都只有一位主谈人 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当年十二月北京举行 中方是由无疑领军的 美方则是以财政部长鲍尔森为首 奥巴马时期二零九年改成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由一加一变成了二加二 美方有一位主谈人变成了两位主谈人 经济主谈人仍是财长 而中方则是主管经贸的副总理 美方的战略主谈人是国务卿 中方则是主管外交的国务委员 二零一五年华盛顿举行了第七次 也是最后一次对话开幕式 时任美国副总统拜登首先致辞 他回忆一九七九年他作为年轻参议员访华时 听了当时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蓝图 回国就倡议要与中国建立富有成效积极的双边关系 当时受到很多保守派议员的批判 拜登说回首中美关系三十年的发展 他从未后悔当年的提议 而明报文章分析说 不知今日的拜登是否后悔六年前的这一番话呢 明报文章分析